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开箱的肯定不是来一份吧 对吧 我正好找到了几辆我以前玩的一个小车 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 有谁知道吗 这一辆好像是一个娃娃车 这个上面好像也没有印牌子 但是这一个是印的应该是一个日式的一个 就是幼儿园小朋友的一个相当于公交大巴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消防车 而且它这一个还是可以伸缩的 后面也没有写牌子 它只是说中国生产 所以还有这一辆就是这个叫水泥车吧 这个水泥车这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但是也不是回力的 就是也不是这样以后推它会前进的 不是这种自走式的回力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快递车吧 快递车大家可以看快递车 所以这个牌子是什么 我一下子记不起来 但是我突然发现做工还还是很好 我记得好像可以打开吧 对对对对 你看我绝对是记得没有错 这是可以打开的 所以大家有人知道这一个牌子吗 我当时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买的小车车 这个还是可以滚动的 然后这个也可以伸缩的 所以整体做工其实还是不错 这里还有消防员的水龙头 就是一个可以拿出去进行一个喷水的滋水的 然后还有这个宅急便的一个车 所以说其实从这一个底部的构架 咱们可以看出它就是这几辆的 除了这辆除了这辆 这三辆车的底部构造 大家可以看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除了这一辆的车 它这个底座不一样 其他这几个底座看似 其实都很有可能是通用的 通用的只是一个换色不一样 然后这一个是娃娃车还是不错的 应该我我觉得我是把它放在一起 应该是一个系列的吧 但是这一个系列就是我觉得给小孩子玩 或者也是不错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自己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小车车也是不错 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一个属于什么牌子 所以我也是想在全网上大家问我 大家有知道这一个系列是什么吗 因为我即使对收集小车车 就是可能不是特别的专业精通 但是牌子还是知道的 但是这一个是什么牌子 而且大家不要小看 其实它做做工啊 就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做工 其实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 这个做工其实还是不错的 虽然这个稍微有点难打开 但是它还是可以打开的嘛 然后就就包括这个阻尼感都是很好的 阻尼感 所以说有人知道这 这一个系列吗 因为我也开箱了一些挺多牌子的 这个估计是买了比较早 买了比较早 可能就比较忘记了 然后今天这一个其实也是跟大家问一问 大家有知道 这几款是什么车 什么车 然后有知道的也请下方跟我留言 然后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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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